新的一年即将来临 罗东正公所推出了限量发行的 2021经典罗东桌立 有搜集了老罗东的故事 每一页都是罗东人的回忆 有要收藏的话 今天和明天两天 可以用三张发票到正公所来索取 经典罗东 平慧生活 赞 罗东正获得2020年 加东部观光局临选的20个经典小镇之一 正公所打铁趁热 精心收集了老罗东的故事 有文史工作者庄文森老师来负责主笔 并请来青年设计师郑宇绍来精心编排设计 推出2021年经典罗东桌立 每一页都是老罗东人的回忆 值得好好珍藏 今年很经典的我们的一个经典罗东 我们的经典小镇的这个殊荣 所以感谢我们庄老师 也把这个我们今年的桌里 也粉饰了一下 写了很多很多漂亮的文字 另外我们的这个大帅哥 雨绍把马卡兰 这个里面装了很多很多的内容在里面 所以用了这个很漂亮很有内涵的文章 这个图案图画 把罗东的这个故事 画下来写下来 过了以后 元旦以后 这本要不要丢掉 不要丢掉 把它当作你的传家宝 这个是能够把罗东的故事 能够留下来的 今年的故事 我把它写得比较文清一点 知道吗 那还有一本《行李流动》 也是比较透过这种文清的方式 因为你知道吗 有人写了一首歌 写到什么地方 那个城市 好多人去穿街走下去看 所以这十二则的故事 其实可以慢慢品味 然后刚好搭配上 我们这年轻的设计师 把那个图片放上去之后 文字搭配图片 就把那个故事衬托出来 刚才说小鱼要吃东西 我们不要吃晚餐 你知道吗 这个故事里面去想就好 我这次的做法 大概就是保留罗东本来他的特色 但是我们透过一点点影像处理 让他有点四画式照片 就是两者之间 去让他做处理 我们不希望是拿旧照片来做处理 这样就没有特色 所以这次我们透过用影像 然后透过角度的不同 以及些微的处理 我们没有加很多的合成 但是我们让他感受到 老师文字中所提到的景象 2021年经典罗东桌立 共印制了1000份 其中还提供各50份 给慈怀基金会 普达关怀协会 以及兰治基金会 等三个社府团体 来做公益进行一脉 为疫情冲击而影响收入的 弱势团体带来温暖 三个团体 因为疫情的关系 有一些的捐赠会比较少 那我们也提供他基本的 这个桌立 他们可以拿去预卖 增加一点收入这样子 当然我们这个换发票的这个发票 一样捐赠给这三个单位这样子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拿到桌立 也能够做爱心 2021年经典罗东桌立政公所在 11月23号的下午 以及24号的上午9点到12点 下午的13点到16点 在罗东政公所的大门口 民众只要捐出109年9月到11月 未列印买售人统一编号 而且在罗东政内 消费达10元以上的资本 发票三张 每人即可兑换桌立一份 数量有限 兑完为止 宜兰新闻记者石市民 采访报导 敬畏生活 赞